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應該是一個 文行工作者、文行業的評論員張進倫 他就說 揮身都是問題的波音七八七 在十月九日C919交付釋航證之時 太平洋對岸著名的航空媒體 航空周部得到一份關於波音七八七的文件 披露了波音七八七的大量質量問題 現在波音看來幾大件事 747因為無新訂單 所以最後一架已經交付 因此747將會停產 737MAX雖然恢復飛行和交付 但市場的信心不足 767基本是駕美國空軍的 KC46訂單維持生產線 那麼787又怎樣呢 本來就是全村的希望 可惜它出現一些技術問題 早在2020年9月787就爆出很多關於生產質量的問題 當時曝露的問題就是飛機的後段 兩個結構之間的電片沒有安裝到位 另外蒙皮也是因為複合材料打磨得不夠滑 所以亦都出現問題 結果導致8架787要停飛進行檢驗 糟了一檢驗之後 估計數百架是有同類的問題 因此FAA介入 因此決定在2021年5月29日 對波音七八七生產隱無可日 下令停止交付 禁止交付令 一直到2022年7月29日才獲得解除 停了一整年 那一年是損失多少錢 現在文件顯示 787有15項目格的項目 57項目格不符合飾行的規定流程 或者質量標準 初初只是垂直尾部 但發現 搞來搞去 原來整架飛機問題很大 這裏有幅圖顯示出來 這個圖看著英文的 應該就是在那篇文章抄過來 由K頭一直到達基尾 41到48 垂直尾有問題 其他各樣地方都有問題 其中包括 就是上螺絲的扭距 力度是不標準 原因是什麽 大家不要理會力距 因爲 落得太緊 你會把那件東西壓得太死 而那件螺絲本身 是太大的張力 如果扭得不夠緊 又會鬆一下 所以有規定的力距 現在你說扭力距不對 即是工人亂來 沒有跟那個標準做 這就是其中一個力距的把手 應該他們不會用這個 這個嘴可以改變大勢 這個不會用這種 因爲他們通常定了扭距 就有一個adapter 就定了 不像這些是可變的 這個不是他那個 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搞不定 這裏有些講解 哪裏有問題 哪裏有問題 不用理會細節 而拔出蘿蔔 帶出來 一搞出來之後 發覺有很多問題 在機身互相裝載之中 表面的縫隙就限制在0.12mm 頭髮絲那樣 但發覺結果不對 而他們用測量的儀器 發覺不準確 因此要重新再把儀器重新寫程式 弄回碰它 嘩 有沒有可 即是 這個出現在哪裏呢 主要出現就是它有一間廠 現在大量不對 而那間廠就叫做 在北查爾斯頓工廠 不知道它是英文什麼 在這間工廠裏 員工質素非常低 管理質素亦都低 亦有很多不飲品技工 沒有技工工會 沒有人監管 變成了 現在這間廠做770 成為一個惡夢 這間廠大約做了100多架 這100多架全部都要重新檢驗 全部來自同一個廠 103個不合格項目 30個不符合規定項目 根據說 787全身上下都大有問題 唯有怎樣 就全部拆開來 逐個逐個檢查過 再裝過 省了些資料 但是工資就拆一份工資 再裝一份工資 在拆和裝間之間 還要裝一些耗料 打磨之類 所以這個工程不少 我不管那些要多少 我們在這裡說一下 它要多久才搞得到 現在呢 這個復工時間要多久 根據波音文件總計 大約五個月才能夠完成 反工做交付 裡面就細拆開來 庫存狀態的飛機要三個禮拜 才進行恢復 恢復之後要兩個禮拜進行評估 完成評估之後要兩個禮拜進行 反工 反工之後呢 就需要一個禮拜來翻身 和重新噴漆 完成上述工作之後 還要兩個禮拜時間來測試 試裝之後 要半個月 要試飛和驗收 最終可以交付客戶 這就是五個半月 而現在第三季度 它只是交付了九架 還有一百一十五架 是要執行這個反工流程 有拍攝的 那就是七八七 這一批飛機 不能賺錢 虧了 人工雙倍 然後就七三七 又有醜聞無數 波音 我覺得波音真是 玩完了這間公司